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主讲老师之一 来自苏州大学王杰法学院的陆永生 本次主要讲说一下 基本权力中的健康权 一、为什么要关注健康权呢 2009年夏季 发生的开胸厌肺事件 刺痛了中国的良心 河南省新民市 有工人叫张海超 因为企业继续为他提供相关这一室的资料 无法进行这一病鉴定 他的健康和劳动权利得不到尊重 实现和保护 为寻求真相 这位28岁的年轻人 背部采取开胸厌肺的这样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确患有这一病 最终获得60万元的赔偿 海系企业在招工登记表中声明 工商改不复制 也就是说 在工作过程中受伤或者死亡 雇主一定不服赔偿之人 这种声明 从民法上看 是一种清却行为的免责条款 而实质上是雇主要求雇工 自愿放弃生命和健康权 这些事情都值得 我们在宪法层面上进行探讨 虽然我国宪法 对生命健康权没有名文规律 但生命健康权显然 既有基本权利的地位 它们是人格睁眼的基础 和一切权利的出发点 二 什么是健康权 根据2000年联合国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委员会的阐述 健康权是指 人人享有最高可达到的体质 和心理健康的随整的权利 并具体解释为 享受各种对于实现 最高可能达到的健康标准 所必须的设施 卧品 服务和条件的权利 盖尔言之 数位健康权 实际公民获得基本卫生保健 和基础健康条件 以保持身心健康 且免受侵犯的权利 健康权 所以 社会权的犯罪 作为基金性的权利 是指公民 依照法律规定 必须享有的健康保障利益 其中包括 一 获得基本的卫生保健 比如说 母婴保健 对主要传染病的免疫 对普通伤病的适当治疗 基本药物的提供能等 二 保障健康的基础物质条件 如免疫饥饿的食物供应 和食党营养的处境 安全的可饮用的水源 和基本卫生室备的充足供应 这些健康和环境安全 与健康相关的教育和信息的获得 改善环境卫生和公益卫生等等 在此 我们应该注意到 在健康权益社会保障权中 都强调医疗保障 但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社会保障权中强调的是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是公民在特殊情况下的保障 而健康权中强调的是 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 是公民在普通情况下的要求 三 我国宪法实际公民健康权的条款有哪些呢 健康权在我国宪法上的医疾 其次规范内涵 包括 一 第三条第三款 国家珍重和保障人群 第三十六条第三款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互动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 进行破坏社会设施 审害公民身体健康 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这些规定 隐含了公民健康权不受侵犯的意识 二 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中华人民公务公民在年老 疾病或者上色劳动能力的情况之下 由于从国家和社会获得 或者帮助的权利 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 所需要的社会保险 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这些规定 隐含着公民在患病时 有权种国家和社会 获得医疗照顾 屋子给付和吉他服务 三 第二十一条规定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现代医院和我国传统医院 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 祭办各种医疗卫生事业组织 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 保护人民健康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国家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 防止污染和吉他公害 这些规定 隐含着国家提供保证公民健康的基础物质条件 重上述说 可以说健康权是我国宪法 隐含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力 并才历此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 明确以立体 但我国宪法实际健康权的规定 也承担着不足 表输于两个方面 一个 它并没有明确规定健康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力 二 对于设计健康权输入的各种务实的规定 都只是一种新式性的条文 仅仅能够在社会保障 医疗卫生事业 体育事业和环境保护这些领约 起到基本的政策的确实作用 离真正尊重保护实际公民健康权的要求 还承担着不少具体 四 健康权罗合保障 健康权保障的国家之认 我国已经签署了 并批证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 根据公运 保障公民享有健康权 是不可推卸的不加义务 党的实际道报告提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为人民群众提供前方位 前周期健康服务 具体措施为 一 深化医院卫生体制改革 前面建立中国的是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医疗保障制度 和优责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 二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制 和前科医生队伍建设 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 三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以防控制重大疾病 四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让人民吃得放心 五 坚持中西医病重 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六 支持社会办医 发展健康产业 促进生育政策 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协计 七 推进营养机会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 国家积极采取行动 保障公民的健康权 增强人民呼启资源 和享有健康权的能力 健康权保障了社会之路 保障健康群除了国家义务的实现以外 社会资认的承担也不可忽视 社会资认的义务主体 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 国内企业 社会成员等等 非政府组织 比如说红十字会 慈善会 基金会等等 他们承担的主要是为社会提供 以健康相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企业对员工承担的之路 体系为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防止意外或者健康上海的发生 参加医疗工商等社会保险 保障企业员工的健康权业等等 健康权的一般法律保障 我国民法总织第110条规定 质量人享有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等权利 我国刑法分子 分别在第三章第一级和第六章第五级 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 或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 和对于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行使之人 做出了规定 残人权益保障法 伪成年人保护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和母婴保健法 这对弱势群体健康权的保护 做出了规定 除此之外 还有 传人民防治法 劳动法 这一病防治法 社会保险法 药品管理法 食品安全法 等公共卫生和健康领域的专门性法律 和其他大量法律法规当中 也有关于健康权保障方面的相关内容 本节主要讲述的是 健康权的概念 内容 我国宪法实际公民健康权的相关条款 国家得保障公民健康权应承担的义务 通过学习 我们应该认识到 健康权和生命权一样 具有基本权力的地方 它们是人格睁眼的基础 和一些权力的触发点 国家和社会 对此应该承担相应的保护和实际责任 同学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